在市区的武林中 尚云祥先生说 打拳被人擒住了 就一点力量没有了 因为我们平常练P拳 老是瘸身胳膊 老是在练烧节 没有练到中节和跟节 让对方这样双手抓握住 咱们打P拳 这个P拳就P不出去了 对吧 你身体不受影响 对不对 肩膀肘 一催对方不就出去了吗 这个力量是很大的 到了实战过程中 一妈 从这一下不就打上去了 像六风四壁 对方弄住之后 你身体又进去了 对方擒住你的烧节 你烧节动不了了 你的跟节不能动吗 跟节动了之后 这个地方不一样 连擒带摔吗 当对方抓握住之后 一闪开 一肩膀就撞进去 是吧 包括我们用头去撞它 封住它 脑袋不能撞吗 脑袋不能撞 膝盖不能顶吗 所以很多朋友 现在就是练行一拳 只练烧节 就跟练长拳一个意思 不对的拳法呢 在尚云祥先生那个年代存在着 在我们这个年代也存在着 但是呢 现在很多不对的拳法呢 却认为自己是正拳 然后还说正确的拳法 就是练到跟节的这种拳法 不正确 这就值得大家讨论了 我们新录制了一个免费的体验课 用两根手指头就能检测出来 你平时练太极拳 练行一拳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是免费给大家的 欢迎加屏幕下方微信 使用行一的拼音获取 使用行一的拼音获取